做了一些洋將的更換之後呢 重新的一個適應做調整 然後希望可以讓這段時間 大家的一個磨練 以及基本功做得更成熟 魏佳豪上場比賽差一點大四行 那譚傑龍連續兩場下 競選賽也都打得很好 這時候投進了一個外線 右賽看得出來 他並不是百分之百的狀態 留在場上 掩護之後的一個跳投沒進 從場籃板出來 魏佳豪拿到 給到余威豪 我們其實從上一場就看到了 中信特攻雖然他的 先看陳文宏 底線 再給到宜輝 這個球被抄走 成功的一個抄截 前面三打一的快攻 三線快攻 給到魏佳豪擦板得分 這個就是中信特攻為什麼要培養傑龍的原因 我們看很少球隊轉換快攻 會把球丟給五號球員 讓他來持球做分球的動作 他有很好的一個分球的天分 哇 魏佳豪 哇 下季天賽充滿自信 這也是他過去例行賽比較少看到的 繼續 哇 錢肯尼緊緊貼著魏佳豪 不讓他親自帶過半場 帶出這個球加速切進去 這個就是可能有點溝通不了 像阿巴西的一個去日本的發展 那他們都必須要改善過去有些時候這種狀態 好壞太過明顯的一個情形 要保持穩定 哇 這個球戰神有一點點 也是太過大意了 這攻他們其實在這麼多傷兵的情況之下 還可以衝擊到季後賽 關鍵就在他們那個防守 是 而我們看到魏佳豪的防守也是非常的壓迫 包括余偉豪喔 從上一場球一直不斷地對持球者壓迫 好幾球的三分外線 戰神在這個夏天做了蠻多補強的 魏佳豪 但是要等他開竅 是 張耕耘 有對味道的一個外線出手 他這次下來就知道 旁邊可能會有人來抄球 就有護球了 沒錯 在球場上犯錯可以一次喔 就可以連續犯一樣的錯誤 這個三豪連線今天又有不錯的一個發揮 對 本土深度比較不夠的地方 是 去年只有孫思堯偶爾次來頂一下 對孫思堯 因為孫思堯這位置基本上都是洋將 是 王綠翔現在也上來了 回到北部 回家打球的概念 這個球 漂亮的空手切 空手切 籃底下李佩誠拿到等球 出鏡耀又助攻一次 起碼射箭丁丁的出手 這個球也守得滿漂亮的 第一節中信特攻就攻下了30分 同時他們也限制了台北戰神 在首節 僅僅拿到了16分的分數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轉播現場 出手稍微急了 孫思堯 翻身的hook shot也沒進 你看他這李瑞琪 你看他雖然身高不高 但是他打球非常的積極 每一個球都進去衝強 而且他在轉換快攻的時候也會 開始在熱身 他今天上場時間勢必不會太長 底線的一個吉林跳投 到三分線做果斷的出手 這一節其實在進攻的一個打法上 戰神就比第一節合理很多 是 阿堯 再給到捷龍 湖頂也是wide open也進 現在看起來 海北戰神的痛膨跟孫思堯 是守不出來外面 特攻球拳 西經堯 面對雷夢恩的防守 現在換防 再給過來余文豪 給到李沛誠 Catch and Shoot 長玩板掉出來 又掉到余文豪手上 自己選擇跳投很果斷 其實我們投三分球 通常都是會彈得比較遠一點 這個球 最後看到李奇瑞 完成 一樣的戰術 又是一個 哇 但這一次被試破了 是 因為上一次 四少數的一個大空檔 這一次中心特攻就有 準備了 好 很成功的一個斷球 好 其實這球已經有點失去平衡了 但是余文豪 其實 中心給 文豪很大的空間 其實剛剛佳豪不在球場上 其實他是控球 對 仁豪是打到二號位去 好 仁豪這邊起碼這間跑口不進 藍底下三號連線當中的另一號 為豪 為豪把球補進 而且最後戰神的追擊也沒有打出來 要發一個長球 但是沒有機會出手 上半場打完 現在是由特攻49比36 取得了13分的領先 好 這球再給進來 一個touch pass 找到施敬堯 這個球從魏佳 他起一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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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一勾 哇 要這個位置連中兩圓 李佩誠現在上場 搭配余偉豪 余偉豪是第二節特攻呢 單節得分最高的 這是他非常拿手的一個中距離急停跳投 趙強烈的防守籃板 李佩誠跨目進來 上籃得分 球 看潔龍外圍比了一下 在帶進一點 給了一個地板球 bounce pass 周承睿拿到分數 今年兩隊的季後上 有好幾場都是 命中率很高的逆轉勝 對 但是也發生過這種命中率兩隊都奇差無比 在台北 在台大體育館 在台大體育館那一場很經典 是 再加上你看他們加強的防守 所以POSE 衝進特攻 必須要把主攻魏佳豪 在示範的情況之下 也調回來 把節奏控制一下 還是最穩的兩個球員做擋拆 魏佳豪 在翻球 李佩奇 雙手Stand Down 哇 看不出來他灌得非常的輕鬆耶 對 一步跨進去 雙手的爆灌 這可能要問一下 這車禍附件是哪一家醫院做的 至少這是代表他現在很健康 是 他在今天也打了 將近23分鐘的時間 我看這 這也是中心車中 這個 夏季年賽第三場的出賽 三場的時間 剛剛有提到 把手斷走 哇 再來一個 哇 這一次用放的 這傳球傳得非常漂亮 7秒 這場比賽進入到白熱化階段 整場比賽幾乎都是以 雙位數領先的特攻 到了下半場遭遇到很大的困境 這邊也計上一次的助攻 籃板加助攻 77比72 李佩晨 這是他最拿手的一個外圍跳投 這段時間上來連進兩顆三分球 這段時間上來連進兩顆三分球 還可以守住一波以後 再來做進攻 嗯 好球給Michael Double聽過來 給到孫思堯 馬上再回給Michael 時間剩下3秒 曹君翔 出手沒進 雷柏恩拿到籃板 哎呀 雷柏恩翻場 放槍了 那特攻還有機會 還有7秒鐘 3分或2分呢 給到雷柏好 再給李佩晨 外仙 出手沒進 很好 時間到 只有李佩晨那個外仙出手 力道過頭 也讓台北戰神驚濤駭浪當中 贏下了這場比賽 這場球對戰神來講 像洗三溫暖一樣 那是對於特攻來講 是滿苦澀的 是這個 這幾場看到他們兩隊的對戰 好像結局都是這樣子 都是很類似啊